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個 大家應該很喜歡啦 擺明就是 向中共示威 嚴格來說 應該就是剃中共眼眉才對 不過中共 長期被人剃眼眉 昨天才對被人剃完 昨天15日 美國的軍機 又試 拿著電鬚跑 向著中國大陸的眼眉剃下去 中國大陸的 底線 一次又一次穿洞 底褲又穿洞 紅線不斷被插穿 到底還要找些甚麼方式 去幫他解釋好呢 我已經想不到 中國大陸其實真的很清楚自己的情況 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干涉美國軍機在台灣那裏降落 只能夠繼續打咀炮 所以 這個美軍 我已經看到有網友留言了 美軍就是遭受猛烈的炮火攻擊 不過 在網上的炮火 全部都是咀炮來的 用咀炮對付美軍 這則新聞牽涉的國家有四個 一個是日本 小日本 還是大日本帝國 另一個也是帝國 大家現在可能 已經身處的地方 大英帝國 英國 第三個也是帝國 美帝 美帝 就是美國 第四個就是荷蘭 事源四個國家就是 舉辦聯合軍演 非常之貼心 害怕中國大陸就是看不到這件事 所以就已經拍了宣傳片 日本放四國聯合軍演的片段竟然還要 貼心 貼心到全部用簡體中文 真的害怕你看不到 好啊 好 詳細再跟大家說這個新聞之前 就是有一個不幸的消息 宣佈 我們本台的 直播 主播 姚姚的媽媽就是早兩天就剛剛過世了 她媽媽就是本台 升旗易得道這個節目的 忠實聽眾 很不幸 沒有機會親眼見證 然後中共就是 倒台 但是 但是我們大家 要做的其實也很清楚 跟姚姚的媽媽一樣 繼續 跟中共鬥長命 一定要看著她倒台為止 雖然我不認為我看不到 但是如果我看不到 我的下一代一定會看到 我下一代看不到 他們的下一代一定會看到 坦白說我覺得不需要去到那麼遠 其實就快了 其實 我們也很痛心就是有很多同路人 離開了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請大家就是繼續支持一下 瑤瑤、小碑他們 還有新的傑仔 我們就會繼續做好新聞媒體的工作 為香港 的 力量 慢慢凝聚 打好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也想凝聚香港人 所以我們就是會大大力發展一個 比較容易上手的地方 即是在財政上 所以我們就是 現在暫時都是落腳在黑池 因為這裡的樓價相對比較便宜 請大家支持一下我們 繼續用這個免費模式 支持就是升旗易得道 繼續按like 繼續按like我們的page 繼續share我們的post 我們的新聞就會繼續做下去 我們在這裏很認真做這些工作 但是有很多人 就是在抹黑 繼續在搞搞震 我真的不知道有甚麼居心 其實我不想猜 但是其實這些人非常討厭 基本上香港人要移民去英國這個浪潮 無論如何你都改變不了 你發甚麼瘋子 你那麼不分析 你過來這邊其實有很多人在等你 一句都說了 這些就是別有用心了 不是外交部辭令 這些真的可以用loser來形容 其實 也不知道這個腦子在想甚麼 你就繼續搞 你繼續搞不要緊的 香港人當你是藍絲 其實很簡單的 你是一個五毛 你是一個在德國的五毛 我屌你老毛 好了 不再說了 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些垃圾上面 繼續跟大家說 我們天天在做正經事 你們有甚麼要做啊 我真的很想問 好了 真的不說了 其實 我們如果不是一個那麼討厭 那麼黑人憎 用黑人憎來形容都不正確 我們跟中共的仇恨不共大天 如果不是有一個這樣的仇人在 坦白說 我們大把時間去做其他無謂事 包括天天跟你們吵架我們都可以 我們其實可以很有空的 天天說一些不需要證據的指控 我也會說啦 你在德國收了多少錢啊 騙了多少錢啊 你老母 真是瘋子 好 日本防衛省 日本防衛省這個統合幕僚監部 名字也比較巧厚一點 在15日 昨天發出 Twitter的貼文 然後被網友瘋狂地轉載 原因就是因為日本 在這一則貼文 以及影片裏面 竟然加上中文字幕 加上中文字幕也不是最重要 竟然加上 殘體字 簡體字的字幕 全部破天荒用簡體中文 內容講述日本 就會跟他之間的盟友 當然就是剛才那幾個帝國 大英帝國 還有美帝 還有荷蘭 荷蘭就不算帝國 跟這幾個國家的軍事聯盟 越來越加深 認為就是怕死中共 看不明白 日本的報導 很窩心 幫他加上這個簡體字的中文字幕 你不要跟我說 你看不到 然後網友直呼 這次中國真的要激到 七竅生煙 頭殼頂出煙 日本防衛省 剛才說的那個 統合幕僚監部 貼出這個 貼文 英國在今年就會發佈這個戰略方針 提到 就是會派這個航空母艦去這個印太地區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 是本國的事來的 從現在開始 我們開始 可能不再叫英國前英國後 但方便起見 也會叫英國 正確一點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變英國人了 大家要開始慢慢接受這件事 航空母艦戰鬥群正在前往印太地區 日本自衛隊也歡迎這次英國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到這個地方 藉著這個機會展開共同訓練 還有 防務上的合作和交流 字幕也提到 敬請觀看 7月上旬 舉行的訓練內容 以上的字幕 全部都是用這個簡體字貼出 根據發佈的影片顯示 日英的第一章 就是歡迎派遣英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來到這裏 5月下旬 以英國 伊麗莎白 呂皇號 航空母艦為首 航空母艦戰鬥群 浩浩蕩蕩蕩 從英國出發 前往 印太地區 印太地區就是人口最多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 這句好像有點重複 不要緊 要確保這個地方就是擁有 自由 開放 這件事 就是非常之重要 換句話說 現在是一個 全球的戰略性轉移 全球 將軍事戰略從中東 轉來印太地區 影片裏面也有日本防衛省 的幕僚長 山崎幸義 歡迎英國來訪 願意跟英國的軍隊就著印太地區的活動交流意見 日本也會跟英國慢慢加深關係 在7月11日至12日 日本 美國 英國 荷蘭 一起進行了反海道 聯合訓練 日本認為應對著全球性的問題 雖然他們來來去去沒有說中國那兩個字 但是來來去去 其實他們針對著的都是中國大陸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就不是 空口說白話 真的在用 預備 要用武力制衡這個國家 這個獨裁者甚麼都聽不入耳 你很和平的 訴求 在他面前說 他也不會聽 他聽得明白的 其實只有飛機大謊 這個就是 我認為對著 獨裁者 說拳頭 我覺得一點問題也沒有 西方世界也是做這件事 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是怎麼爭取回來的 不是跪回來的 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是靠 用性命 用鮮血換回來的 如果不是怎麼打贏納粹德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 很多人看完這條影片 大讚日本 說這條影片 故意要做給中國看 怕中國大陸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日文 非常貼心 還幫他們用這個 簡體字翻譯 現在 中國大陸的玻璃心可能已經在粉碎了 再加上昨天 美國軍機 再次插穿中共的底褲 底線才對 他們現在 其實他們的玻璃到底可以 碎到甚麼地步呢 也有大量的網民在等 快點叫趙立堅 和華春瑩 兩個出來回應這件事 他們兩個 每次面對著這個 強力的外國勢力 他們就沒有了影 但是如果你出來跟他們說人權 他們就會撲出來罵你 但是你跟他們說軍事武器 這兩個人就沒有了影 這些就是欺善怕惡的流氓 跟某些人都相似 我是在說他 但是我也不開名 我是在跟你說 你是德國的廢柴 我們這一節說到這裡 拜拜